哈喽 哈喽 多么记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洲360 上周我们的车谈有什么重点新闻呢? 现在就让我小明带大家去回顾一下好了 第一则新闻 按照慣例我们先来讲一讲本地新闻 Honda Malaysia 发表文告宣布旗下的展示厅和工厂开始恢复运作 不过重点是文告里面就提到他们计划在今年推出机会拥有下一代先进技术的新车 嗯 Honda Malaysia 的CEO Madoka Chujo 女士是在上个星期所发表的文告里面提到 他们位于这个马六甲的工厂生产线已经有80%的员工接种了两剂的疫苗 也因此开始运作了 当然开工了 最期待的是什么呢? 自然是新产品咯 我们都知道 Honda 已经是有几款新车是发表了 但是还没有来到我国 对此 Chujo 女士就确认 Honda Malaysia 的确已经在是准备着数款新产品 并且预计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就会在我国市场发布 主要是赶在这个 SST 豁免期结束之前登场 虽然 Chujo 女士并没有提到是什么车 但是这几款车其实我们大概都猜得到了啦 第一个就是早在今年4月 Honda Malaysia 本身的 COO 就已经暗示的 Honda Civic FE 当时这一位 COO 就已经确认我国将会是 Civic FE 最早上市的国家之一 那本来是锁定在泰国登场 不久以后就来到这里 只是因为我国疫情的关系 所以就被迫推迟了 谁要知道更多关于 Civic FE 的细节以及详情的朋友 你们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小明我之前已经和大家详细的讲解过了 第二款新车是什么车呢? City Hatchback 原因很简单啊 这个新一代的 City Sedan 已经是在我国推出一段时间了 而这个原本要取代 Honda Jazz 的 City Hatchback 自然也是排着队等上市了 这款车相信很多人也是在等待也是在期待着 讲到这台车其实我个人就很好奇 我国的这个 City Hatchback 到底会搭载什么引擎呢? 是 1.0 的 Turbo 还是 1.5 的 NA 会不会有 City RS 的 1.5i 动力组合呢? 你比较喜欢看到哪具引擎呢? 至于另外一款也是被受许多人期待的 现代 Honda HR-V 则很有可能 没办法敢在今年 SST 豁免结束以前来到我国了 有消息就指出这款 B Segment 的竞品 SUV 有可能要到 2022 年也就是明年才会来到我国的视察 同样的大家想知道新一代 HR-V 有什么不同? 可以点击上方的这个小白点 这点小明我也是为大家讲解过的 接下来这一则新闻应该也蛮多人期待的 菲律宾车媒 Odo Industria 早前就爆料说 获得了内部的消息 全新一代的 Toyota Vios 将会在明年的 8 月登场 并率先在泰国 SOFA 其实这一家菲律宾免体早前就已经一直在不断的爆料了 包括提到新一代的 Vios 的开发代号是 D92A 这个和前面三代 Vios 所使用的 XP 代号是完全不同的 之前一代是 XP40 然后二代是 XP90 这个第三代则是 XP150 还有 151 那不同的代号意味着什么呢? 底盘将会有所不同 这个 D92A 里面的 D 指的其实就是 DNGA 也就是和 Proto Artify 一样的这个平台架构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这个 DNGA 它是属于 Daihatsu 的一个平台 但这个 DNGA 其实也是从 Toyota 的 TNGA 所延伸而来 所以在本质上它们是有一点相似的 只不过有趣的是 欧贵的这个新一代 Toyota Yaris 它的代号其实还是从 XP 开头 而底盘方面则是 TNGA 的 GAB 而我们的 Vios 则是这个 DNGA 嗯 感觉上应该会有一点差别 But anyway 其实这个 DNGA 平台的特性是和 TNGA 类似的 这也意味着这个新一代的 Vios 它将会拥有轻量化的特性 同时还会拥有一个更高杠性的车体架构 所带来的好处就是类似 Proto Artiva 这样 扎实很多 并且还有一个很好的操控的驾驶感 重点是安全税数会更加好更加高 这一份报导还进一步提到说 新一代的 Vios 将会迎来 Hybrid 混合动力版本 不过是在这个汽油版推出的一年后 也就是大约在 2023 年的 8 月它才会登场 那这个 Hybrid 版呢 预计会采用上一代 Toyota Plus C 的 1.5 公升混合动力引擎 至于这个汽油版会是什么引擎呢 这家媒体就说暂时没有消息 但是我们估计应该都只有两种可能性了 第一个就是这个比较保守的 1.5 公升 Dual VTi 自然进气引擎 而第二个呢则是这个 1.0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了 毕竟和这个 Proto Artiva 是同个底盘嘛 但是这一具 1.0 Turbo 来到 Vios 身上很可能会多了 钢内直奔的技术 输出会大幅提高 马力就来到一个 120ps 的境界 至于扭力则会在一个 180-200 Nm 之间 那这个是来自日本媒体的一个消息啦 这样的 SPAC 听起来还蛮不错的 这个性能方面应该和对手有的比了 你会期待这样的 Vios 吗? 2022 年会登场的除了有这个新一代的 Vios 啊 还有这么一辆 Toyota 传说中的小抗暴 GR Corolla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当地的这个 Toyota 经销商 已经被通知将会有这么一款车的存在 并且也获得了一些初步信息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有什么吧 首先这一台车是 G Corolla Sport 也就是先辈版的 Corolla 延伸出来 采用这个 TNGA 的底盘 说估计大家都应该知道它的表现是如何 我之前曾经试驾过 SLAM 版本的 Corolla 对它这个低重心操控好的 运动化驾驶表现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这个定位小钢炮的 GR Corolla 估计 肯定会更加的可口 而且它搭载的还将会是 GR Yaris 身上那具地表最强 1.6 三缸涡轮引擎 马力还会进一步提升到 300 PS 的境界 而扭率则是维持在 370 Nm 这个输出 基本上算是介于小钢炮的经典代表 也就是 Volkswagen Golf GTI 还有 Golf R 之间 但重点是 这台 GR Corolla 搭配的是和 GR Yaris 一样的 热血的六速手拍 而且同时也会导入这个 GR Yaris 获知他们已经收到 Toyota 厂方的通知 这一款车将会在 2022 年正式发表 预计是在 9 月正式登场 而预计价格呢 则会在 500 万日元 也就是 19 万多令吉左右 哇 这个价格啊 比起 Civic Type R FK8 在日本的售价 是稍微贵了一点哦 FK8 在日本呢 价钱是卖一个 475 万日元左右 则喝到来大概是 18 万令吉这样子啦 相比起来这个 GR Corolla 好像贵了 FK8 整整 1 万令吉哦 好像贵还多一下啊 嗯 现在就看这个最新的日系响光爆开起来 会不会比 Civic FK8 好玩了 毕竟上次我在试驾了 GR Yaris 以后 我对它的感觉是 赞不绝口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期美洲366 的所有内容了 刚才我所说的这一些车款当中 有没有你喜欢的呢 记得在下方便告诉我哦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给个赞 还有就是分享出去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